嗯之前想买个手机壳然后就去拼多多上看了 我第一次就真情实义的 感觉他拼多真的好好呀 这怎么这么便宜啊 然后嗯我是先买了一个15块多 但我不知道是哪一个了 就有个15块多 然后买完之后他就手下出现很多手机壳 我就发现哎还有几毛钱的 就是8毛钱包邮的我就点进去看 然后就发现这种一般都是三大套路吗 就8毛钱包邮 他就是只有一些特定的型号 或者是故意骗你进来 买个什么吊环给你之类的 但是我就发现连续发现好几家 就是他虽然是8毛钱包邮 或者1块3包邮这种 但是他那个既定的型号 就刚好是我的手机的型号 就是我的手机本身就是买手机壳 做不在去就是那个12迷你吗 然后我觉得手机壳挺难买的 反正跟我之前那个小7相比啊 就是感觉用的人没有那么多还是什么 大家都不喜欢小手机吧 然后但是我发现他的那个 便宜的手机壳都是12迷你的 我就都买了 然后感觉买了10个吧 然后现在到了7个就先拆一下 我也不知道谁是谁 就是这样乱猜吧 登上第一个 这个是一个可以盖那个镜头的 拍下新这个好像是 1块3还是什么的 第二个这啥 我还送个卡啥衣服 嗯这个这个真是半透明的 因为我的不是白色 不知道带的好不好看 就是一个像涂鸦一样的 那个手机壳软壳的 这个这个是好像3块钱吗 这个可能是第二贵的 就是3块8还是什么 因为这个是我 最开始想买的 就是有那个解压 就是可以摁这个 这个我怀疑是15块的 放最后才了 这个好好 这个9毛8还是什么的好高级 他赚什么钱呀我不理解 这个还9毛8你信 到这个后面还有个爱心 17个嗯这两个是同一家的是吧 然后目前是600 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是我最开始 就是就到了 然后就都已经开始用了 很厚 我觉得质量都挺好的呀 最后一个 这个是15块8 晚上 这边是这个 打得上一个相机 然后他还有一个背带 8个嗯 我应该还有一个还是两个没到 这个我好喜欢 明天先用这个 好的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